麻煩你把你的課本翻到你的六十七頁 不是第六課,可是因為其實它也是一種名字比句 你又說它是間接問句演示 就是你們跟你們上一課學到的很像 然後請你找個空位或者是你有便利貼的話 把這兩句抄上去 兩句抄上去 好,那因為你們剛剛考了Ugly嘛 那我們就寫Ugly好了 好,這兩句呢,要請你們寫好之後 要抄兩個東西上去 還沒有喔,我有箭頭喔 所以重點在你要改的這個句子裡面 兩句的開頭都是I don't care 就是你的六十七頁先有個概念 我到時候呢,我們有什麼的講義再來上沒關係 找個位子,你也可以抄在六十六頁啦 這第一句抄who are you 第二句抄is married ugly 因為這兩句呢,這是第五課在學的 到了第六課呢,你學到的呢 也叫做間接問句的一種 可是會有一點點麻煩 其實也不是麻煩 而是你要想辦法生一個東西出來 變一個東西出來,找一個東西出來 好了嗎 好了齁,那我邊寫 那你就邊抄 第一句話who are you 你是誰 變成I don't care 我不在乎你是誰 那因為這個呢,也是那個那一首歌 我要你聽的那一首歌,還記得吧 記得齁,所以I don't care 然後咧 who you are 好,等一下喔 我用不同的顏色先畫這個字起來 所以第一個呢,你要注意的是這個字 它會變成who變小顯 對不對 只是我們的句子who跑到這裡來了 只是are you,你就不可以變成are you 間接問句就要變I don't care who,然後咧 you are 為什麼? 因為who的後面要先接主詞 再接動詞 那請問你,它是句點還是問號? 嗯? 句點,因為I don't care 對不對 所以who的後面先主詞 再動詞 好,這是第五課 你們剛剛學完的 也是等一下要考的那一課 可是到了第六課 你會覺得很奇怪的是 本來是who are you 變成I don't care who you are 可是到了第六課 會變成is very ugly 瑪麗很寵啊 I don't care,我才不在乎呢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太慘了 本來的第五課 你有個詞位區可以寫 到了第六課 我找不到任何詞位區的時候 怎麼辦? 第一個先伸出一個字 那個字呢 叫做weather weather的拼法呢 它還是有wh 它有詞位區 只是它的詞位區呢 是whethr 所以這個到了第六課 你就要知道說 本來有戶的 你把戶拉下來 那如果都沒有的怎麼辦? 自己伸 自己倒 自己變 所以這個字的weather呢 你要寫個中文 它的中文呢 叫做是否 欸?我剛剛有戶嗎? 有 有 有,好,對不起 有有,ok 然後再來問題來了 跟剛剛一樣 剛剛有戶 所以我找戶下來 對不對? 可是到了這一句話 沒有戶 你要伸出一個wh wh呢 wh呢 就叫weather 只是一樣 它後面還是要主詞 還是要動詞 這個是不便的喔 所以主詞是誰? mary 對了 主詞是mary 動詞是誰? 意思 好,還沒寫完的 也抄上去 ugly 抄上去 一樣 它是句點 也就是這種句子呢 也叫做名詞子句 只是你們的第五課 有who,how,what,where,when,why which給你選 到了第六課 沒有 那這種呢 叫做yes,no問句 yes,no 也就是are you do you can you will he does he 也就是你要回答yes,no 的時候 這種叫yes,no問句 你就要伸一個weather出來 好,這張句 擦好了嗎? 好了,我們就看課本 因為今天的功課真的有一個是有weather的 所以我要先上這一個句 這一個句型 好,六十七頁OK囉 來,六十七頁的上面 就要開始抄了 其實這種呢 也叫做一種間接問句 只是這種間接問句的第一個 來,幫我把這個weather的下面 先寫著它的中文 叫做是否 它的中文 所以你會發現 欸,怎麼if也是 if不是翻成假如嗎? 到了這一刻它不是翻成假如 它就叫做是否 然後它的後面呢 搭配的一定有個or not 就翻成是不是啦 欸,不知道是還是不是 不知道 所以weather or not 那個or not 可以審 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英文啊 它只有規定 如果後面 刻落字喔 後面是or not 你前面只能選weather 現在沒了 現在管它是or not 前面是誰 是weather is it 都可以 好了嗎? 好,再來要寫的是 weather跟if呢 什麼時候要出現 第一個寫個沒有 招配區的時候 句子裡面 我要有間接問句 可是偏偏你沒有招配區的時候 那這個招配區呢 什麼時候用 什麼叫招配區? 你們學過的 第一個who 第二個how 第三個what 第四個where 第五個when 第六個why 第七個which 點點點點點 好,我寫個when好了 那我就點點點點點點 也就是沒有這幾個wh的時候 請你自己找一個wh出來 這個wh呢 一樣有wh 只是它叫weather 中文的意思叫做是否 然後後面一樣喔 它的後面因為它也是一種名詞子句嘛 那基本款子句一定要拿兩個東西 主詞加動詞 好的,第一個he寫個主詞 還是寫個動詞 tina寫個主詞 past寫個動詞 lay寫個主詞 willgo 寫個動詞 也就是這個跟你們第二課 那個lent也很像 我們lent後面也接子句 第五課的wh號畫的where 後面也接子句 一樣都有主詞加動詞 所以這也是名詞子句的一種 也是間接文句的一種 ok嗎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囉 就來看第一題了 譬如說我們先看第一句 I'm not sure 我實在是不確定 然後後面講了一句 你看喔 Is the coat made in Japan? 這一件大意呢 是日本製的嗎 那有沒有wh給你寫 這句話 有沒有wh 沒有怎麼辦 自己生 那這個wh呢 不是weather 就是衣服 所以這個wh呢 我們自己寫 寫個whether上去 中文叫做是否 然後後面一樣 你要有主詞 叫做the coat 一樣有動詞 有個意思 也就是他的後面呢 就翻成我實在是不確定 這件大衣 是否 是日本製的 那後面至於他的句點還是問號 你就看他的主要子句是誰 所以這裡句點 是因為上面的主要子句是 I'm not sure 那or not 一定可以審 好 那我們就正式進到第一題囉 第一題他說 Is the movie interesting? 這部電影 好看嗎 他說說 Paul has no idea 好 螢光碧準備好 我要請你們準備好 畫的是這個字 叫做weather 一樣有長備區 只是這次的長備區呢 是你自己生的 是你自己找的 是你自己變的 那這個長備區呢 就叫做weather 什麼時候會出現他 句子裡面沒有長備區的時候 如果不是weather 第二題 直接畫本領光碧準備好對不對 第二種是 兩個挑一個 現在沒差了啦 以前他有一一點點差別 現在沒了 中文都一樣 都是什麼意思 是否 好 所以這句話因為沒有長備區嘛 所以就變成Paul has no idea whether 主詞是誰 the movie 很好 主詞是the movie 動詞呢 沒動詞嗎 意思 對 然後or not 有沒有寫沒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whether or not 這是一組 然後一定是句點 是因為前面是Paul has no idea OK了嗎 好再來第二句一樣喔 第二句話是說 do you have a code OK你感冒了嗎 然後呢 他就說 does Dolly know 這個if的下面我們先是先寫一個東西 我拉出來寫齁 來寫個e 他叫做假如 發生假如的時候沒得挑 因為這個假如我只是一個假設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講他一定會發生 如果他不見得會發生的 我用紅色的寫給你看 記住 他加s 譬如說明天如果超過40度的話 我們就放暑假 會太熱了嗎 所以叫if the weather is too hot tomorrow 雖然是tomorrow 可是我要用的是動詞加s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辦法跟你講一定會發生 一定會發生的 我們用未來事 可是如果只是跟你假設可能會發生的 那很抱歉你就不可以用未來事了 所以第一種翻成假如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動詞加s 不是動詞加s 就是以 因為用現在是 代替未來事 可是第二個 到了這一刻之後 你就要開始自己判斷了 他的中文翻成是否 那翻成是否的時候 因為這是一種條 這不叫條件句了 他叫做名詞句 他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既然有可能發生 我們就不可以一定 要用現在是了 你可以用未喔 可以喔 翻成是否的時候 是可以有未有的喔 加動詞的原型 很特別 所以他你要考試的時候 如果給你以服 你怎麼判斷選擇 提選那個有s的還是未有的 從中文去判斷 翻成假如 大部分動詞加s 翻成是否 大部分有未有 第二個方式 你看到後面有沒有or not 有or not的時候 就是是否 就不會是假如了 好了嗎 所以我們就來看第二句 just don't you know 他知道嗎 知道哪一件事情 一樣 也等後面要找個主詞 主詞是誰 back 動詞是誰 have 不好 has has 沒錯 很棒喔 你們會了 再來第三句 OK了嗎 那我們來試試看第三句囉 第三句的意思是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party with me 要不要跟我去參加派對阿 I wonder 我想知道 我想要知道你是不是 要跟我一起去參加派對 所以I wonder 慘了 沒有divage怎麼辦 weather 對自己抓 自己變 自己升 所以I wonder 給我一個divage weather 或者是if 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升去一個divage就好 所以他整個句子就變成I wonder weather 或者是if 可是因為這種也是子句的一種 所以有個主詞 叫做you 有個動詞 叫做want OK了嗎 所以等後面呢 whether if後面要寫個you 我想要知道你 是否 會跟我去嘛 對不對 so if you want to go to the party with me 那至於or 那有沒有寫 不妨啦 現在的人喔 能越省越好 幾乎省到來都幾乎都什麼都沒關係了 可是這真的沒語 真的就這樣 就方便口語就好 好來第四句 mark doesn't remember 他實在是沒有辦法記起來 記起來什麼事 他說do i have a test tomorrow 明天要不要考試啊 要喔 明天我要考第四課 所以不要忘記 所以mark doesn't remember 他慘了 他記不起來了 所以一樣他沒有交配群的時候自己升 叫mark doesn't remember 交配群是誰 weather 好再來嘛 上接你的主詞 主詞不可以上來喔 因為是他自己不確定 所以要變成he mark doesn't remember weather 或者是應付 然後後面一樣 找個主詞 叫做he 找個動詞 叫做he 而且他一定接子句 子句的定義就是要寄分款 主詞加動詞 所以你們的第二課 學到的是let加子句 第二課喔 我們是let加子句 子句就是cl 到了第五課呢 學到的是davage 加子句 到了第六課 這是第二課 這是第五課 然後到了第六課呢 你自己升一個davage出來 叫做weather 或者是if 加上子句 只是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他的意思 加子句 OK嗎 所以你們這個開始 你們從第二課開始 已經有那個子句的概念了 你們接下來後面 還會上段的叫做 形容詞子句 基本款 還是要有什麼 子句基本款 哪兩個 S加V 對 一定會有S加V 只是你的這個 S加V的前面是哪一些 不知道 要根據你需要的狀況 生出你的let 生出你的護號 或的where 甚至是生出你的weather 或者是if OK嗎 好了 那今天的部分 先暫時到這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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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